我叫玉池公 你叫什么 别人都叫我黑玫瑰 女人应该在家伺候丈夫 这是战场 不是你们女人该来的地方 你敢取笑我 看招 驾 就他 驾 想走 我可舍不得你走 放开我 你这黑脸怪 放开我 你这个黑胆 我脸本一样黑 这天生的一段 你这蛮汉 我竟然被你擒来 要杀要挂 心情疏变 我吹哭了 姐 放开我 放我下去 我不让你走 在我心中藏了十多年的花 今天也不是怎么了 我见到你 我就特想跟你说 有什么话 说了 我没有念过什么书 我怕说说了 让你讨厌我 你心里怎么想的 就怎么说 我不讨厌你就是 今天见到你 我知道 你是我一直苦等的 多希望 我们天天在一起 一睁个眼睛 就能看到你 无论你走到哪里 你可以不投降 但是 你不能不和我做一对比翼鸳鸯 我今天才算知道 为什么会有人 为了心中所爱 连江山都可以放弃 嫁给我吧 但是 我表姐白氏 还在梦海宫营 所以 归顺之士 千万要保命 否则 她会有危险的 明日 她定来救我 你千万不要伤害她 将她生情回来 我自会有办法 颤套归响 黑子 快快放我妹妹出来 夫人 别怪我不客气 你妹妹都答应嫁给我了 你乖乖地跟我回去赢 什么呀 她恋惧你 胡说 你怎么也是一名大唐之架 说话竟然如此无礼 看招 招 招下又要她 招 夫人 我把你表姐弄回来了 你怎么对我表姐这么粗鲁啊 没有关系的 表妹 听说你已经做了 一池将军的夫人了 我觉得呀 天底下再难找到 像她这么一个体贴的男人了 表姐 你不如跟我一起投降大堂 那我们就不用分开了 投降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 你我二人从小就有床同睡 吃饭同桌 而且 什么东西都是一人一半 现在 你不说一句话就嫁人了 不过 她人只有一个 怎么能把她砍成两半吧 我们一直都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点 为什么男人 就不可以共享了 过来 我 还不过来 你们俩都嫁我 是不是我不够好 不 你很好 是不是我不够好 你好 那就定了 一人一半 照规矩 表姐睡左边 我睡右边 incur医随 你有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